完全沒睡覺 因為今天早上八點 有一堂英文課 好想睡覺喔 早上七點真的是到學校這邊上課 我快睡著了 完完全全到底早八是哪一個人去研究發明的 讓我一整晚都沒辦法好好睡覺 我剪完影片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趕快過來上課 我們先回家好不好 我想要回家先睡個覺 等到下午我們還有教學班要上 學校有梅花了 好 回家見 真的是一個不小心 我睡過頭了 我直接醒來的時候是下午五點左右 也是因為一整天沒有休息 就直接早上去上課 所以回家特別累 我在騎機車的時候就是一度差點要睡著 自從大學一年級過後吧 我就很少有早吧 我選課盡量都選在十點 至少十點我還可以勉勉強強的趕上 八點真的是一個很折磨人的時間 所以之後我確定 每週二我就不出片了 如果我禮拜二再出片的話 我跟你絕對爆肝 爆掉 然後想說我來測試看看 如果今天早八的話 我還能不能拍Vlog 事實證明真的沒辦法 哇塞 會累到爆點 有看到嗎我現在這個 黑眼圈 黑眼圈感覺又加重了一些些 所以現在我剛發完影片 打爆阿爾宙斯的影片 阿爾宙斯那張卡片好像還在 這一張金卡呢 可以真的是 堪稱超級沒用的一張 金裂空的攻擊是278 而阿爾宙斯呢是245 可是他血量比金裂空高 但他沒辦法Mega進化 所以他無法攻擊兩次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金裂空的價格 跌到可能900 或者是850 都有可能 他應該會再越跌越兇 這一旦哪一張卡還比較有點實用的話 那你還不如去打黑胡帕 黑胡帕還可以拿來打比賽 講到店鋪賽 你知道 就有人跟我講說 欸雪兔你這禮拜是不是要去 苗栗上順那邊打比賽 我不知道是誰講的啦 可是我沒有要去 苗栗上順那邊打比賽 沒準又是一個 一整天的時間 而且如果我真的要去做這件事情 光是報名我相信 我就要很早就要過去了 更何況我還要在那邊待一整天 安家可以來台北粉絲見面會嗎 我要去哪邊啊 我唯一知道台北有比賽的地方 大概就是地下街了吧 以地下街的地區 我不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 所謂的見面地點 去台南找英雄玩 我跟英雄沒有到說很熟人 然後安家也有講說 可以來馬來西亞嗎 我這只是講啊 只是馬來西亞我會去 可是去也是一筆錢 我現在還在籌備資金去買一些設備 如果真的這麼希望我去的話 就大家集資吧 你知道飛機票直接飛過去吧 安家一次喝三杯咖啡 這是要殘害我的身體是嗎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先出發去宜客一下 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試吃看看這個 海底撈的麻辣嫩牛 上個禮拜的Vlog 我不是有跟學霸去海底撈吃過嗎 我覺得他們麻辣鍋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我特地去網路上訂了這個東西 吃看看他們所謂的自煮火鍋套餐 就是懶人 你只要花15分鐘 你就可以吃到一個他們所自製的麻辣火鍋 這當然是我先去一刻回來的時候 再做的事情啦 好啦我們就過去吧 好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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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這裡是怎麼了 開盒阿 她被開到蝶蝶 被老…在老板…老板把他砍下去 他接近要開到有在走 不緊啊Gear開完你沒了 老闆在幫他治病啦 他該說 等一下禮拜四還會來兩鄉 你要玩 現在這個已經喪心病狂了 他說得一個病看到卡包不能不開的病 這已經是喪心病狂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室都沒開過 那趕快開啦 等一下老闆就會把他空 把他拆完啦 拜託 老闆在治病耶 我會心 剛剛雪兔有打了一下PTCG 沙奈已經被我給噁心到了一位 另外一位是打巨金的 鋼牌有點難 完全沒人夾耶 我記得有一個安價是叫我夾娃娃 保證夾取金額 這邊還很貼心耶 一個大師在那邊 水箭龜真的超大隻的 我們來抓看看好了 我要怎麼放我攝影機啊 等一下 這樣應該OK吧 只要不要掉下去就好了 拜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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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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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立起來給它立起來 欸喔 靠近棟口 哎呦 非得天安刀喔 收了 結果我花了一百塊錢 bikes 這一隻 這一隻貓應該是倒犯了吧 這臉很窘耶 你看 他硬堂有夠高的 一百塊錢夾出來應該還算 還算OK 因為我夾這隻我覺得他左右甩 selbst 一個太難了 所以我就甩前後的 看能不能在100塊錢抓出一隻好了 我貢獻了210塊錢 我依然 就差那麼一點 每次都是卡在那邊這樣 然後又掉回來 我現在只會甩夾還有頓甩 倒爪那些出貨方法我還不是那麼的了解 我應該不要執著於那個機台的時候 可以抓一下其他的梗鬼啊 或是這些 抓個卡赫納拉也不錯啊 討厭 我在執著什麼啦 戰利品 一刻是出飛機跟金卡 然後晚反的話 沒準應該也要明天才可以打吧 因為點數 現在打其實有點危險 除非一直在快頭 好老闆先走了 拜拜 啊對 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在4月5號的時候 會舉辦一個PTCG的慈善 慈善交流大會 我其實很想講什麼慈善撲克王大賽 可是我覺得不對 不是不是沒有撲克沒有撲克 其實最主要還是慈善啦 對 我們要去辦一個活動 來去捐款 大家過來有報名 雖然是有報名費 但是你們的報名費 全部都會捐到我們的 家福中心 對家福中心 大家來玩也可以來比賽 拿可以拿得到我們的育組 我們也很歡迎所謂的新手的玩家 我還會去邀請老爹啊 或者是老婆啊 他們上來一起當關主 來跟大家互動 那一天絕對是非常充實的一天 各位不管新手老手 我在4月5號 記得排下你的日期 來我們的儀客館一起來玩喔 好不好 更詳細的活動內容和時間呢 我會在之後的Vlog 再跟你們做說明 因為現在講呢 可能我覺得還嫌太早了一點點 好不好 那我先走了 掰掰 掰掰 我們來回去 試一下我們的麻辣火鍋吧 OK 各位 肚子我真的快餓死了 我們就趕快來試吃看看海底撈麻辣嫩牛吧 它就是我們本日影片的主題啦 它不算泡麵吧 它算是懶人火鍋 你就可以買三媽臭臭鍋 至少可以買三鍋吧 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時尚的包裝 然後它這個算塑料的 可是還蠻硬的 這個是 這個是餐具包 吃粉條 菜包 塑膠盒 以及 這兩個是什麼 牛肉雜包 青油麻辣火鍋底料 食品專用發熱包 簡易的說明 我們先把發熱包 放在這幾層 他說粉條最後放 火鍋底料好香喔 天啊 各位看 火鍋底料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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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還算蠻多的嘛 好 吃粉條 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它加入到注水味 好 放發熱包 它裡面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叫注水味 但它的注水味超短 大概只要一點點而已 好 把它蓋起來 接下來呢 等待12至15分鐘就可以了 我好好奇 它到底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喔 可是我很擔心它的分量沒有到 會讓我 你有聽到嗎 你有聽到嗎 阿這邊 阿這邊已經開始在充氣了耶 阿波正在呆呆的看著這影戲 好的 我們終於過了12分鐘 欸13分鐘才對 這一個 哇 好香喔 結果啊 因為剛剛正在煮這個時候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剛剛警鈴突然大作 餐具包附的話是筷子跟湯匙吧 對 筷子跟湯匙 我們先來測試 它的湯 好不好 比我在海底撈那邊吃的 還要再淡一點點 好脆喔 加熱到還沒有到軟啊 現在呢 我們吃看看肉的部分 肉跟一般我們在吃滿漢全席的 滿漢大餐 應該在滿漢全席吧 裡面的料理包的肉 有點相像 更有嚼勁了一點 有辣 麻的程度 到沒有我們在海底撈那時候 吃的還要再麻 可能如果你是有在吃辣的 對你來講 只是一個微辣 不會到說很辣 與300塊錢來講 你可以很偶爾的時候 吃一下這個做解膩 如果你說它到底CP值 有沒有到300塊錢這個程度呢 我覺得還差一點點 對我覺得還差一些些 好燙 吸收它的湯汁 好吃 這一鍋跟聖傑所吃的那一個 懶人火鍋好像有點不大相同 它吃的是海底撈嗎 海底撈的這個自製火鍋 10分的話 我給它 7.5 以這個價碼的CP值 我覺得還好 可是它的湯底的味道 滿接近我在海底撈所吃到的味道 其它的配料呢 肉非常的十足 然後它的麵也蠻好吃的 因為吸收那個湯汁真的不錯 在配料的食材選擇上 就沒有這麼的喜歡 難的話我希望可以再加一些芹菜啊 在裡面你知道 大家也是可以去嘗鮮吃看看啊 但我會比較推薦是大概三四個人 買一鍋來嘗鮮就好了 OK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的VLOG就先到這邊啊 沒辦法 因為今天呢 早八太折磨人了 一個睡覺下午就不見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想要按下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每一走我都會看 偶活的話 每一走應該會在禮拜四或禮拜五玩吧 該刷一波了 好不好 各位偶活們 當然如果有剛好在那邊要打TRETA的話 我還是預言會先打TRETA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我們就明日的VLOG再見啦 各位掰掰